大人的女孩五歲,小人的女孩兩歲 天真外伐,非常可愛 不過少年三郎離婚繁件的期間 遭到一個已經很辛苦,結果兩個都這樣 照顧老大這段時間已經覺得很辛苦 然後心理壓力很大 然後想說之後老二也慢慢慢慢 也變到跟老大一樣的時候,就心裡很難過 因為這種類似年多糖症 小孩生長會出現煩慢的症狀 目前沒有得好藥 醫生說,目前有試驗性的藥質 不過一年要三千萬的費用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這個藥 到底對小孩子有沒有幫助 可是我們希望說 有給他,總是可以試試看 看看能不能有效 看到這種不幸的祖父 婚姻館社會關懷協會 安排他參加婦女就業的婚姻副長 希望他學習手工 賺錢跟家裡搭小天 所以我們就跟他輔導 參加我們雲林縣社會關懷協會 辦理勞動部發展署的那個 拼布及服裝設計班 那他原本在越南也都沒有學過這樣的技能 那在這邊學到之後 他就是運用這個技能能夠在家裡做 拼布文創的設計 那我們協會也幫他接客製化的達到他製作 在婚姻館社會關懷協會 以及新住民姐妹的幫助 還有新住民吳士森 可以一邊照顧小孩 一邊接團來做手工包 可以減少我的壓力 照顧小朋友的壓力 像我在這裡 縫縫車車的話 就是會比較 比較壓力會放掉了一些 為了享受他的手工 另外 今年輸到他堅持去上帝腦口 希望自立競爭 改變家庭的困境 記者歡迎觀察方報導 照顧小孩